各位亲爱的师兄师姐大家好 《寻法安心读书会》 每天为您分享《寻法相心得》 今天的主题是 《四种法宝教理行果》 第1436集 我是为志 经文 文书实力 是菩萨摩萨于如来灭后 有成就此第四法者 说是法实无有过失 常为比丘比丘尼 幽婆舍幽婆仪 国王王子 大臣 人民 婆罗门居士等 供养恭敬 尊重赞叹 虚空诸天 未听法故 异常随事 佛陀继续对着文书实力菩萨来说话 提到 这些菩萨摩萨 就大菩萨 在如来灭后 如果有成就这第四法者 就是成就四月安乐行的人 说这个大法的时候都不会有过失 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寺院安乐行 从身口意寺院 第四安乐行 就是第四法者 因为他们有大慈心 有大悲心 有神通力 智慧力 所以非常用心在法上面 所以说是法实 无有过失 而且遵守前面的这些三个安乐行 加上第四个安乐行 这四安乐行都遵守 而且这些大菩萨们 常为这个世众弟子 比丘比丘尼 又婆舍又婆仪 还有这些 国王王子大臣的名 婆罗门居士等 都能够来供养 对这些大菩萨都非常的恭敬 尊重赞叹 虚空诸天就指的就是 天人还有天龙八卜 这些 那这些 龙天妇法 他们又要听法顾 他们自己要听法 所以他们常常 就陪伴 在这个大菩萨的身边 作为妇法 那这个 四安乐行 第四个安乐行 四月安乐行到这里 静位已经快结束了 就后面还有一小段 就差一小段而已 这些虚空诸天 他不只 这个常常随时 后面还会提到 如果有人来问难 他们也会 这个 护访 等等 那最后 安乐行评 就还 会有一个祭诸语 所以 四安乐行快讲完了 剩下一小段 再加上一个祭诸语 安乐行评 就会告一个段落 那我们来看 上来的手杂 法有四种 教法 三世诸佛所说 或无名烦恼 二 离法 于教法所权 之义理 三 行法 依理而行 之界定会 是 国法 有为无为 之行正果 那这四法 四种法 第一个 最重要是教法 因为教法就是什么 就是三世诸佛所说的这个法 就像读到的经 这些经 都是三世诸佛所说的 那这些经 用来干嘛 就破除众生的烦恼无名 让他能够去除这些烦恼无名 妄强执着分别 等等 那去除完了 才可以见到正如本性 对不对 这是最重要的教法 那我们做菩萨的 也要把这些教法都要熟悉 你才有办法去度众生 是不是这样 第二个礼法 礼法就是教法所权之义 权就是解释 权释 权释 解释 解释这个佛陀所说的这个教法 哇 那就多了 就是说 所以各个法门 你看像什么 有为士 还有天台 这些各种 禅宗 什么宗 这些 各种的宗 各种的法门 很多 就是 把这个 佛陀的教法 做不同的诠释 不过 通通源头 也都是这些教法 所以这一礼 就是大家 用不同的角度 把这些道理 都把它诠释出来 形成了各种的 这个义礼 这个礼法 三 行法 这个学佛 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你要提解大道 要去行 对不对 你理解了这个 这个教法 那理法 看你懂多少 那更重要的是 要去行 行 那行里面 最基本的就是 界定会 界定会做代表 其实还包括 六度万行 这个 但是界定会 做一个 基本 做一个代表 那你要六度万行 才能够得到 第四个国法 那这过程当中 就是有为无为 有为法 世间 该做的事情 对众生有益 的事情 我们要去做 这有为法 那这个无为法呢 就是付出无所求 还要说感恩 对不对 付出以后 不执着 这个 就是放下 这无为法 所以这样才会 正果 所以你要正果的话 就是要去行 这个三无漏学 界定会 还有六度万行 这些都要 都要做 那还有整个 这个 四法 就刚才讲了 这个 申口义 寺院 寺安乐行 这些法 还有三鬼红经 通通要遵守 上次在开示的时候 提到这个 来看这个部分 好 看这个图 这个法有四种 那这个 就刚才讲过了 教法 礼法 行法 国法 那上人 为什么要从这里 开始讲 我们先看经文 经文 其实最重要 我觉得上人 今天是要解释 这些菩萨 大菩萨 菩萨摩萨 就是大菩萨 说是法时 无有过失 说法的时候 无有过失 而且虚空出天 未听法故 异常随事 大概要解释这两句 因为其他的 都解释过了 也都比较好理解 那说这个法的时候 无有过失 那第一个就什么法呢 就是教法 礼法 行法 国法 因为你都理解了 你都走过了 你都用心听吻 用心了解佛陀所说法 这些道理你都懂 而且有去做 对不对 证国 信解行政 这样很重要 那么来看 看中间 上人后面 补充了一张手杂 教理行国法 引导众生 出生死海 到以彼岸 所以这些法 用来干嘛 引导众生 让众生能够 出生死海 可以到彼岸 从烦恼的彼岸 到解脱 从烦恼的此案 到解脱的彼岸 对不对 六度就是这样 那这个三世诸佛 依此修行 断一切障 得成就 正菩提 所以这些法 已经是被 三世诸佛 所验证过了 他自己走过了 我们也许 还没有完全走过 我们也是走在 这个三世诸佛 为我们开的这条路上 依照这个法 依教奉行 对不对 可是这里要告诉你 就是说 这些法 三世诸佛 他依照这个法来修行 已经可以断一切障碍 各种的障 不管这个 之前讲的这个三种障 对不对 你的货障 业障 果报障 各种障 你的各种货 都可以把你断掉 可以正菩提 所以 就是这个法 已经被证实 是有效的 是对的 所以 说是法实 我有过实 是这个道理 是这样来的 那 刚刚我这边 左下角 提到 其实刚刚我在前面 我就讲过了 你今天已经来到 这个世安乐行的 世院安乐行 成就这第四法 那第四法 那上人在解释这个 经文的时候 在开示的时候 他也提到三无漏许 在解释刑法的时候 有没有 一理而行的戒定会 就三无漏许 然后你要正果 这个六度 不能少 一定要这个 阴行 国满 对不对 才会正果 三鬼红金 这个 大慈悲为世 柔和冷露 一诸法空为座 三鬼 还是四法 通通一个都不能少 这些都有做 你有得到这个法 才会有大智慧 才会有神通力 是不是这样 所以 我们来看上人的结语 这边 你看 爱的力量就是这样 我们要相信 要听 要知道 要觉 如果不知道 赶快问 好好的信 好好的相信 好好的体会 好好的了解 如果这样 法永远都在我们的周围 复法都在我们身边 你看 所以 你有法 之前我们讲了 有法 就会有神通 一念心 对不对 才可以说法 说法无碍 无有过失 是不是这样 那复法神也都在旁边 因为你是这样的一个 慈悲 这样的一个虔诚 这样的一个专注 这样 都有这个 神通力 智慧力 心有正 心有正 这个 就说法 就无有过失 这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 整个 上人所要传达的用意 我就 把这些文 你把它排在一起 你就可以看出来说 上人到底 今天在讲什么重点 那我们就可以 清楚明白 可以理解 理解以后 还可以去做 去分享 好 来看 今日文法心得 这教法 是三世诸佛所说 破 无名烦恼的法 所以教法 是修行的目的 这个 修行的目标 这里有讲 这是修行的目标 那就是 要学尽 教法 才有办法 面对众生 破除种种 无名烦恼 所以我们要 我们教法要很重视 那这个 修行目标 就是要什么 就是破除无名 断除烦恼 对不对 这刚才讲过 所以 这个 所有佛陀的法 都很重要 从三十七诸道品 到四圣地 四二英元 六度 四色法 三鬼红金 还有这个 斯埃勒行的 这些法等等 每一个都很重要 这样才可以 这个 把这个 面对众生的时候 可以破除 种种的无名 当然我们要从自己 先做起 就对了 自决绝它 这个自肚度人 再来 戒掉了 这个一点点的偏差 我们的心才会定 上人今天有提到 刑法的时候 刑法就是 你要 这个 行啊 然后从戒定会 这边来做 戒定会 在讲戒的时候 这个我蛮有感触的 待会在文的时候 再跟大家提 戒就是防飞止恶 一点点的偏差 都不可以 我常说 持戒要百分之百 这样你心才会定 你有戒才会定 有定才会有会 断一分的烦恼 增长一分的智慧 断一分的无名 成长一分的会命 我们修行修行 就是要成长智慧 要得 得到佛陀的一切种智 对不对 从断烦恼开始 那断除无名 就会成长会命 休息休息 最重要就是 自己的会命成长 自己会命成长 然后还可以再 引导众生 一起来行扑杀到 来成长会命 在缺角的 我们不要去看它 整个都是圆的 其实上了今天 在帮我复习这个文的时候 因为前面 安乐行品都有提到 你不可以有称慧 懈怠这些心 他提到说 你不要有称慧 不要有嫉妒 不可以有嫉妒 称慧 懈怠这些心 那我们要怎么看 我们就要看 看正向 看人家优点 不要老是看人家缺点 批评人家 起嫉妒心 这样不可以 所以上来有提到这句 很有名的静止语 缺角的杯子 换个角度去看 它还是圆的 所以缺角的部分 你不要一直看 一直看 你会放大它 就会偏 就会偏的 偏了就不圆满 这样 就不如法 好来看 上来的开示 菩萨所发愿 要面对众生 施教度化 不能缺少 那就是教法 这教法就是 三世诸佛所说 破除无名的烦恼的法 这样 那学佛的过程 我们要发心 发心 不能众生受苦难 这里大悲心 这成佛不能缺少的心念 所以 我们要 成佛 一定要从这个 发心立愿 发这个大慈心 大悲心开始 这样 修行的过程 要有这样的愿 要破除众生 种种的烦恼无名 要不断的施教 我们不是说 这个 众生无边试验度 烦恼 无尽试验段 法门无量试验学 佛道无上试验程 就一定要 发这样的一个心愿 这样就对 然后 要去破除众生的无名 去教育众生 一直做到什么 能够完全没有污染 心地清净 觉悟天地 宇宙万物的法 这是什么 这是修行的目标 因为我们学尽的所有的教法 才有办法面对众生 破除种种的无名烦恼 这个 我们才有办法 这个 心地清净 觉悟天地 宇宙万物的法 所以这些佛陀教我们的这个法 重要 要重视 你有这个法 最后你才能成佛 过程当中 你也才可以度众生 上面在讲到这个刑法的时候 刑法就是要例行 例行当中 戒定会 三无漏学 这是很重要 不可以偏差 那这一句 刚刚我有拉到文法心得 戒 戒掉了这一点点的偏差 心才会定下来 那我就举一个小例子 我自己开车开了 好几十年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三十几年 有没有超过三十年 可能有 那这几年 已经越来越少 收到罚单了 特别是一些 像什么超速 这个都没有了 这个年轻的时候 还会偶尔超速 好 昨天就接到一张罚单 竟然是什么 这个 变换车道 没有打方向灯 现在都很多检举达人 那我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就觉得说 有时候 这个路上也没什么车 或者说 这个 这个车道化的又不是 这个 很精准 有时候也不平衡车道等等 可是这个 你有时候就看MA车 就给它切过去 没有打方向灯 就被 收了一张罚单 那这个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这是小小的缺点 那这个是一个借 这个一点点的偏差 也是不可以 因为我们这个 十借里面 要遵守交通规则 大的交通规则 你可能不会去犯 不会这个 犯一些大的交通规则 可是小的交通规则 你还是会犯 这也是不可以的 所以要借掉 这一点点的偏差 你看 这个 这个叫什么 变换车道 没有打方向灯 不管有没有车 有没有人 就是要打方向灯 这要养差好习惯 要不然也会 也可能会 出很大问题 对不对 后面车 如果 这个 没注意到 等等 也会很危险 所以 不能说 这很小 这一点点不可以 所以的借 都是要 要把它很重视 要 因为 之所以会这样定 一定有它的道理 你不要看它很小 所以便它就是 很严重的一个 会造成 很严重的危险 等等 所以 要借掉 任何一点点的偏差 心才会定 我做什么 通通都遵守交通规则 对不对 又不会受到罚单 然后 这个心 也会定 有定 才会有智慧 也不会有愧疚 因为你 这个违规就违规了 对不对 你怎么讲都没有用 是不是这样 我们都不要违规 这个 有人没人的时候 这个有测没测的时候 都不违规 就心无愧疚 心无愧疚 这样就很定 对不对 我记得 以前听过一个师姐讲 比如说 一大早都没人 这个 一个小巷孔 有红绿灯 这个 要不要过去 红灯 还是不能过去 这个 这个大部分都可以做得到 以前偶尔 也是会看 没人 或是赶时间 就把它过去 现在不管有了没人 对不对 就 你就等一下 没有差那几秒钟 等等 现在心会比较定 你看这一点点 上了这个开始 在我们心的方向 心还是定 这样对人对事 心都没有亏欠 心就会定 因为你违规 有时候我都不小心违规 开车了 重视没有被人看到 可是心真的是会不安 因为觉得说 为了神的几秒钟 你去犯戒 实在是不值得 经常经常反省 现在都会觉得说 那就很坦然吧 就等就对了 就慢一点没关系 就是守戒最重要 所以连很小很小很小的这个戒 也是不能偏差 好 再来残取 上来说前面有说到残取 残取这个也是不能犯 还有三无漏血 这个也不要漏掉 所以这些 这个法 教法 礼法 行法 都要很圆满 才能到国法 你要到国法就是 要洗六度万洗 六度万洗 圆满了 才会证得这个国 这样 那人间的有违法 我们要投入 刚才讲过了 对众生有利的事情 需要我们去付出的 我们也有能力去付出的 赶快去做 要投入 而且要守戒 要没有亏欠 面对众生的苦 要苦众生之所苦 那自己的人我是非 就剥掉 人跟人之间 过程当中 一些什么不如意 人家讲什么话 就要放下 要冷露 要柔和等等 要付出所求 要人能平等 这样就对了 好 接下来往下看 好 这就是我们人 众生 这是一点点的动作 一点点偏差 差很多 这个 这样行不 行不圆满 这样的国就没法 这个完全正 上次就举另外的例子 他举这个 比如说如果你偏心 偏爱 偏爱谁 同样 在这个活动的时候 就一定要跟谁坐在一起 不喜欢跟谁坐在一起 谁来的就不理他 或不跟他讲话 或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等等 或者是等等 有一些小动作 这些都是不可以的 这样一点点的偏差 上次说 差很多 就像我刚才举那个交通规则 刚才交通规则是个人的 或是对于规则的 这个是对于人的 这个也是 这个现象也是 有时候会看到 自己不要犯 因为这些一点点的不圆满 最后就没办法振过 亏大了 这样亏大了 好 往下看 教理行果法中 引导众生 出生死海 道于彼岸 三世诸佛依此修行 断一切账 得成就 正菩提 这我开头讲过了 那 因为如果众生 因为我们都是凡夫 都是众生 如果烦恼不赶快断除的话 就会在六道里面来来回回 这个 第一二鬼畜生 天然阿修罗 这叫六道 我都是这样背的 对不对 之前讲过了 那要度众生的一些障碍 自己的障碍也要断掉 赶快断掉自己的障碍 自己的烦恼 这样才有办法去度众生 断众生的障碍 得成就菩提 那佛陀他是已经成就了 他是过来的 他走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他期待众生 也是一样这样修行 就可以成为绝有其能 要来做菩萨 来度众生 不过我们学佛 就要从断烦恼开始 断一分的烦恼 就增长一分的智慧 断一分的无名 就成长一分的慧命 佛陀也是 期待我们都是这样的 来接近佛法 来成就菩提 好 来看昨天的文 那上人就帮我复习 昨天的文 对这些 不知不觉 不悟等等 就是又不肯问 不问 不信不解 这都很惨的 所以你不问 性根就不生 性根不生 就没办法了解 这样 那天地万物的道理 我们全部都要了解 如果不问不信 怎么解 那这样就很难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 觉有情者 就要好好的 这个要听闻佛法 要去知 要去觉 该问的时候要问 这个要有信 要有解 这才可以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才会 我们的慧命 才可以跟天地宇宙 合为一体 接近觉悟的境界 那佛陀 之前的文不是提到 佛陀说 我得阿诺多尔 圣门上不提史 就是 谁在何地 就会以神通力 智慧力 引之力 得处是法中 这样 那神通力 就是要将法 这个推动给更多人 让更多的人了解 引导 人能够听到 能够引导人 能知道法的道理 引导人能够觉有情 所以你有这个 大愿力 那自然就会有 这个神通力 大愿力 神通力 智慧力 这些 就是 它背后就是 你有法 你有法 最后都可以 想办法 你就会 智慧 就 又有愿力 因为你有愿力 有愿力 就会产生一个动力 一个动力 就是说 去破除这些困难 引导人能够听到 听懂 这些法的道理 然后一起来 行菩萨道 这样 去 这个拔除众生的苦难 那你就愿意去付出 去体会就对了 那这个菩萨万行 做中学 学中觉 因为 你一边学 也一边体会 那 也可以 一边觉悟 也会 越来越了解 越多 这样 你深信 那这个 又越来越了解 这里面 就会 感受到 那个神通的力量 这样 因为 以前你做不到了 现在可以做得到了 以前不了解 现在了解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所以 力量就会 越来越 越累积越多 就好像有神通力 昨天有讲过这个 而且 你 因为 这些法都有了 你不会 刚刚 上来举这个例子 喜欢谁 讨厌谁 对不对 里面有这些 这个 嫉妒 这个 称慧 对了 懈怠 都没有了 就可以跟很多人 一起合作 动员很多人 一起来做 那这样的话 这个不管 智慧也好 力量也好 就很大 就跟有神通力一样 那 无量一级也提到 这个一生无量 在我们都很熟的道理 这跟 种树的道理是一样的 虽然是一颗种子 对不对 可是长大了 成熟起来 哇 果实累累啊 都是种子 就会 越担越多了 这样 它就产生 一个 不可思议的力量 所以众生 人人都有 跟佛同等的 这个智慧 同样的神通 只要你愿意付出 这个 精神力量 就能够精通一切 是不是 就是 昨天讲的神通力 上来今天又帮我们 再复习 这样 所以 这些法 大家要 这个 谨记在心 那慧命 与天地 宇宙万物 真理合而为一 就是神力 神通力 其实我们修行过程当中 就是要得这样的智慧 让我们的深入本性 跟 天地 宇宙万物 真理合而为一 是不是这样 这个 这样就 就是一种神力 神通力 这样 那学佛 的角度来看 我们都要用这样的角度来看佛法 他学法就不困难 神通是什么 就在我们的自己 发心 一念心 只要这一念心 不要有缺 不要缺失 心不要偏差 所以上来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 戒定会 行的时候戒定会很重要 因为你戒定会都收好 特别是戒 收好了 你就定 就没偏差 就会 问心无愧 所以你看 叫问心无愧 才会圆 所以上来今天 讲这个法 你看他都很 一环扣一环 扣得非常的 圆满 非常的圆满 好 来看 这个今天的文 文书实例 是菩萨摩萨 于如来灭后 有成就此 第四法者 说是法时 无有过失 来看解释 文书实例 是菩萨摩萨 由誓愿安乐 则无 即会 懈怠 残取 诸过失 是菩萨 是修 妙行 道 心 之绝有情 那所以 这个 誓愿安乐行 这边 这个 你好好修 对不对 就没有 即会 懈怠 残取 这些各种过失 所以 这刚刚有解释过了 那路法脉立宗门 我们要 尽量把这个法 让大家都能够接近 所以 四大之业 好的人要赶快 这个菩萨大招生 号召进来 不要害怕 所以 这个 我们要好好的对人群 这个 对任何人 都不要产生 集会的心 嫉妒 称会 这之前都讲过了 不要嫉妒 也不要称会 这个 也不要去分别 这样 这样就可以 这个 接纳 接纳 等等 这样 也不会被排斥 那这个 因为我们 如果只是用角度 去看事情 老师看到人家缺点 这个是 上次说 这是不准确的 因为别人认为是优点 因为有时候不同角度 那老师看人家缺点 好像是嫉妒人家 这样 批评人家的缺点 这样也是不对的 所以 缺角 不要 去看他 这样的话 整个都是圆的 这句刚刚开头讲过了 总而言之 这个集会 不要有 就是嫉妒 跟称会 抱怨 这些都不要有 这是凡夫很容易去犯道的事情 再往下看 于如来灭后 有成就此 第四法者 有成就此 大慈悲心 大誓愿力 第四能安乐行者 因为第四安乐行 就是誓愿安乐行 说是法实 无有过失 言说如是妙法 华经史 无有一切 不善之过失 因为你法都入心了 这个 而且 这个不管是 教法 理法 刑法 而且甚至有些 果理 正德 这样 就不会有这些过失 无有过失 为菩萨慈悲 于一切众生 互念画道 定得究竟 助于佛法 所以菩萨 用这个慈悲心 对众生 都是互念众生 要度 苦众生之所苦 要来度众生 来教化 引导众生 让他怎么样 这个能够 导向正途 这个转小为大 这样 然后能够去除烦恼 得到 这个究竟 佛会 所以就会一直引导他 这个 往这个究竟 的这个 佛法 这个一圣死法 来 这个大道来走 我们来看 所以 无有过失 就是 菩萨慈悲 于一切众生 互念画道 令得究竟 助于佛法 那 我们有发这样的心 自然就有诸佛菩萨 隆天父法 这个天隆八部 这个 这个保护我们 虽然我们是凡夫啊 可我们发心 那可是 发心要讲这样的大方 行这样的菩萨道 就会有 妇法来保护你 那上人就举一个例子 举委内瑞拉的慈祭人 这个 无滥云 师姐 上人赞叹他是一个真正的菩萨 因为那边 委内瑞拉 就是 你看左边 这个图 那时候穿培训服 这边右边是传南天白银 好 通货膨胀很严重啊 他开超商 他是广东人 我上网去看了他的 之前就有看了 刚刚又稍微复习一下 他后来 这个 他开始做慈祭 是 因为去美国 探望他妹妹 美国慈祭的 照顾他妹妹 这样的姻缘 所以就开始做慈祭 他先生一开始反对 后来也一起受 一起培训 这个 受证 做慈祭 这样 很特别的 这样 因为他 开超商啊 通货膨胀很严重 可是他都 平良心做生意 这个 贫困的人 这个没粮食的 这个有时候 他还是用这个 一般的价钱 有时候没有 特别涨价 也许用旧价钱 普通的这个 比较便宜的钱 卖给他 卖给这个 贫困的人 甚至有 四十几个 照顾户 等等 还有十几个 这个学生 去 这个 扶持这些学生 等等 所以 他就是这样的 做 做慈祭 那 有时候也会去做 对这些照顾户 做发放啊 等等 那谁来帮他 警察会来帮他 不管男的警察 女的警察 等等 那上来说 这些警察 会主动来帮他 就像龙天赋法一样 还真的 真的是很妙 真的是很妙 好 往下看 如是恭行 所有天能 磨悦 无能 得其过失 过一切 天能 等众 所 供 供样 而互失业 所以上文句 这个 刚刚这个 乌赖云 师姐的这个例子 就是 这些警察 都会来保护他 等等 让他的商店 或是让他的发放 都能够顺利 这样 这真的是 得到天能 等众 所供 供养 而互失业 好 再往下看 后面的文 常为比丘 比丘尼 悠婆舍 悠婆仪 国王王子 大臣 那名 婆罗门 居士等 供养 恭敬 尊重赞叹 虚空诸天 未听法故 异常随事 供养 恭敬 尊重赞叹 就佛 辞师 如是法故 士众 精臣 愿力 身故 身口 异行 用以 供养 恭敬 尊重赞叹 所以他 这些 士众 弟子 还有这些 国王大臣 这些等等 他们都会 这个 用 这个 诚意的 这个 来 供养 恭敬 尊重赞叹 虚空诸天 虚空诸天 就是 骗虚空 戒之中 所有诸天 虚空下 行以法胜 故 诸天 归向 尊法 护教 敬人 所以这些 诸天 刚才讲的 天人 包括 天龙八卜 这些 他们 一样 他们都会 对这个 会尊敬 说法 传法的人 这些 来 来做一个 附画 未听法 故 异常随事 外遇 听闻 法音之故 异常 昼夜 随足 所以意思就是说 他随时 都在 在旁边 护法 这样 好 来看 上来的结语 爱的力量就是这样 我们要相信 要听 要知道 要觉悟 我们不知道 要问 我们要好好信 相信 我们还要体会 了解 所以 若能够这样 法永远 都是在我们的周围 护法 都是在我们的身边 就要看我们的心 有没有正 行有没有正 就是要靠我们 实施多用心 你看上的这一段 又把那个 你这个 这个不信 不疾 这些 从 这边又帮我们复习一下 这些 重要 就是说 一定要 要愿意去相信 愿意去了解 这个法的重要 这样 那这个 更重要就是 对于法 要用心 对于法用心 这样法永远都在我们的周围 对不对 法永远在我们的周围 父法神 也都在我们的周围 只要我们心有正 心有正 就对了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 愿做上人的助教 广传 敬师妙来花 感恩